学业这么优越 还是这个学生理事会的会长 还落到这个地步 我真的是无能和废物 我那时一直不断的质问自己 说你带有泄民药 你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那时那个老板就叫我去到办公室就谈 说谢谢你了 谢谢你 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 很好像很沮丧 我不是很努力了 为什么公司这么多人 你偏偏踩我 都不踩别人 觉得自己很无能 然后开始想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 我还甚至找我以前 拿奖学金的那个公司 就是股票交易所 可是我们谈月薪的时候 就开始有点不满意了 他们说八千好不好 八千 我赚两万 你明明知道的嘛 我跟他们说 你来去 跟我说八千 所以我挣扎了一下 我就说不了 然后我说不要的时候 我还觉得自己很有立场 有原则 下子就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 那时我大概三十七八岁 很少的就业机会 每个人都觉得我年轻又不是很年轻 经验又不是很足 好像哪里都不是 所以我就根本都找不到工作 我失业过后其实也很奇怪 因为我以前的这个财务财务的知识不强 所以我失业过后我去买一部车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那时买车就直接那个整个储蓄就少了一半 所以暂时还没有影响 然后照样去餐馆 可是当我还不了下个月的这个费用的时候 我真的很紧张 我想这笔钱哪里来 我老婆又没有做工 然后三个孩子还小 我这笔钱哪里来 所以那时我就打给我哥哥跟他借钱 我觉得很磨难 我想我看到有一个广告四千多的 我也去应证 其实那个工作挺有意义的 是帮助穷困的孩子 所以我想月薪少不用紧 至少工作有意义 可是他们也拒绝我 我连四千多块的月薪的工作也拒绝我 哇 两万赚不了 八千拒绝了 现在四千我要做 他拒绝我 更多精彩视频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适合 优优独播剧场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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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